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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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趟 都想着 也欢迎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今晚的综艺盛典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顾斌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张磊 同时的今天 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今天舞台上的主角 著名歌手 姜涛 谢谢 谢谢 那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主题 叫做 涛出心里话 挺巧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想走近的是 歌手姜涛的内心 去了解一下舞台背后的姜涛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么一上来 我就想和姜涛来求证一下 我听说了 在登上舞台之前 可以说你从事的是 是一个和音乐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作 叫车号工 对 我是在青岛火车站的运转车间 运转车间 大家都坐过客车 货车在编组的时候 我就是负责那个编组货车 在60公里到50公里的 这个车速不停的情况下 我要把每一个货车的编号 抄下来 这叫车号工 对 其实在乐坛 歌手大致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科班型的 从小就学习声乐的 张涛属于那种叫命运垂青的天台型的 你看到吗 其实张涛好像 应该是据我们了解到 你是从很小的时候 就展露出了你在音乐方面的天赋 我们来看几张老照片好不好 很难得 我们来看 咱们从最小的看吧 最下面这个男主角肯定是你 没错 那这个是几岁的时候 这个是小学二年级 这是给西哈努克亲王演出时候的照片 真的假的 小学二年级 小看我 相当于火焰级的 我小学三年级就变成我现在这个声音了 就略带一些沙芽 但是反而更有特色 因为我们看到了你变声之后 开始逐渐的去有意识的参加一些专业的比赛 最早是参加铁路系统的比赛 而也正是这些比赛可以说是让你展露了头角 我当时我在 你看大家这个最右上侧的这个青岛火车站 这是一个德国建筑 你们到青岛的话坐火车 到现在还有 下车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离着青岛的著名景区 站桥很近 我们就坐在站台上迎着微微的海风 我当时就写了一首歌 叫小站的回忆 在我生活的轨道上有个小站 站小人少路遥远 就完全写的是你们当时的这个田工人的生活 完全是有生活 这样吧 我们今天现场再来听一听这首歌好不好 由江涛自己来创作的 也是描写最青涩那个时期的江涛 一起来听这首歌的名字叫 小站的回忆 小站的回忆 在我生活的轨道上有一个小站 转小站 站小站 小站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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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站在我生活的轨道上有一个小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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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叫王红蓝 是我的战友 那个照片是不是当时比赛的照片 当时这是比赛现场 就在这个地方 二十多年以前 冠军师 江涛 我刚才看到顾斌在宣读 在重复当年的形象的时候 呃 重现当时的那个情景的时候 呃 江涛会情不自禁地拿起一个矿泉水瓶 好像是奖杯 好像是恢复到了当年自己获奖的那个心情 很激动 所以我想知道那一天那一晚上你是怎么庆祝的 那天庆祝的很简单 就是工程兵招待所啊 门口有一家刀削面 就大家伙吃这个刀削面 啊 在一起聊天 喝点啤酒 就一碗刀削面 庆祝到你梦寐以求的音乐上想要拿到的一个奖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那个时候吃面的时候也在憧憬着未来 对 想这个比赛一定会让自己的命运发生一些改变 而且是重大变化 之后真的改变了吧 生活当中会有变化吧 其实我跟别的歌手不一样 这个我属于是慢热型的 包括成名也是慢热型的 呃 因为当时自己也没有签约公司 是一个业余歌手身份 参加了专业组 所以说歌曲还是没有 呃 红火气 对 虽然你是慢热型的 但是嫂子和孩子还有家人坐不住了 对 我第二天 我就听见我的门响 就获奖的第二天 第二天 因为这是直播是不是 对啊 哎 一开门 愣了一下 爱人带着孩子连夜坐火出来了 估计是丈母娘出的主意吧 对 啊 我觉得就是两层意思吧 两层意思 一个是来慰问我一下 第二层呢 毕竟是获奖了 对 第二层嘛 那就是肯定是丈母娘说了 这歌手一成名啊 就跑管不住 啊 别跑了 你赶紧去盯着 哈哈哈 但是事实证明 不仅嫂子管得住 而且这一管 得多少年 你结婚多少年 管到赢婚了嘛 赢婚了 我们俩结婚 今年是27周年了 27周年 马上30年了是吗 对到赢婚了 现在正在热火朝天 两手紧握的奔向惊魂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刚才江涛说了说 他是一个慢热型的选手 但是这个一旦慢热呢 火候正好的时候呢 可以说江涛也不断的在带给我们 带给他的歌迷惊喜 他的歌曲也在不断的获奖 没错 包括或比如说我们政府的一个很高的奖项 叫五个一工程奖 有一首歌曲 那是2012年的时候了 那就是20年以后了 是一首非常大气蓬勃的歌曲 叫做《平安中国》 这首歌呢 是为我们祖国的六十华旦而创作的一首歌曲 不这样吧 我们还是把这种力量 这种能量的传递放在歌声当中 传递给每一个人 我们有请江涛给我们今天就在现场带来这首 《平安中国》 有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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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绽放美丽花架 那就是你平安中的 依偎在你温暖海中 寒夜在我梦中划过 是否会成本很强和 那就是你平安中的 在你的群脉中流过 我的心永远是我 说到其实92年 一千平米演播听对你来说特别重要 因为在这儿胡地 同时从这里开始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像火箭一样迅速穿过 就是慢热已经到火后了 该开始发射了 是大奖赛完了以后 紧接着93年就开始参加春晚 也是在这个演播厅 这一发就不可说 总共参加了12届这些晚会 12届春晚 连续10届还是9届 就是年年都参加 今天我们把12届的春晚 编成了一个串烧 大家想看吗 来 翻一看12届的变化 回顾一下 来 这是几几年 这是九届年 这是九届年 我叫你心中有个珍珠 在亚洲身体的土地上 有一处最美的地方 在绿色的梦想 天中百年的大山 往往头上天白天 走走脚上一旁一旁 唱回家看 是九届年 唱回家看 回家看 哪怕被妈妈吃 最后被溜柔间 有一句话又 寄在了三心上 天涯的江沫 好难家 唱的好难啊 唱的好难啊 好难家 无凭道路 给藏楼羊 散开浪天 仍蒸飞 唱我本来的花红铁 赞山不月 有这两个儿 怕是我春天 才暂时怀抱 一时不见 还灭了 还灭了 我一生 我觉得对你意义最大的 还是给大家做的 那个《鱼公鱼山》 因为刚才你也谈到了 你说对于一名歌手来说 哪讲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 他应该遇到一首好歌 这首好歌能让观众朋友 记住你 并且流传下去 对 我觉得《鱼公鱼山》 应该就是你的辅助 当然是了 《鱼公鱼山》可以说是让我有了另外一种感受 原来呢 大家都说 这个歌手我认识 他叫江涛 他上过很多晚会 他是一个晚会的晚会歌手 是吧 我不知道他唱的什么好像都记不住 好像都是一个大家的歌曲 但是有了97年 我有了《鱼公鱼山》之后 马上就有人说 这是唱《鱼公鱼山》那个人 他有的人他不认识我 改过来了 对 有的人记住歌了 这不就那个唱《鱼公鱼山》的那个吗 而且 你说这个 这个男男男女儿请来江涛了 要唱什么歌 首际《鱼公鱼山》一定要唱 我不管你唱什么 《鱼公鱼山》这首歌一定要唱 其实说过来 在中国乐坛有个现象 从来不缺乏好声音 但是缺乏好的歌曲 对 我很多歌手真的是一辈子 在等一首歌 在等一首歌 江涛你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我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 福气的人 对真的 说到这一点你要感谢一位老师 那就是变留念老师 对 也是鱼躬一山的作曲者 对 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著名作曲家 变刘念老师 欢迎来 首先先和他热爱的歌手拥抱一下 主持人要不要 你好 你好 帅哥好 有请变老师 首先欢迎这个变老师 从天上又来到了地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清奥会闭幕室 变老师一人在35米高空上 拉了一曲二胡 我在闭幕室上面 在35米高处 我把我心爱的乐器二胡啊 把它送到天上来拉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 一个精细之音乐上的 又是一个梦想 只能说应了那句话 词曲只因天上有 没有 人间贞得这回文 天类之声 对 就是因为我今天因为 就是咱们好兄弟 江涛的专产的这么一个音乐会 那么我说吴能力会要来的 所以特地赶来 赶回来 我这个 我当时我们俩合作这个 《鱼公一山》的时候 是应该是在95年啊 95年对 就应该这个曲子出来了 那么早 是 这个曲子一波三折 不叫这个名字 最早是叫鱼公老婆 鱼公老婆 我就想问为什么 您这首曲子挑了一个 中国古代的这个传说 这么一个主题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的 都知道鱼公 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寓言故事 对 所以如果说把这个名字 叫鱼公老婆的话 我倒不会觉得 是吧 来一个鱼公一山啊 更有一种民族的一种细节 对 所以当时我觉得 从江涛的这个获奖 到他的人气 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他的人格 所以我说我这个曲子 写完以后 我一定当然的是一个第一人选 所以我觉得江涛 辩留念老师对于你来说 应该说是薄乐了 因为他从这首歌的创作 到他的推出 到最后把你推上了 中国的顶尖的舞台 把这首歌推到了一个顶尖的舞台 让所有的观众认识 我觉得辩留念老师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所以今天这个环节的 抛出 哎 你这些花子学 咱们今天有主题 咱们今天有主题 我抛出心里话 其实我们俩是兄弟俩 嗯 那这个环节的心里话 你就要送给辩留念老师 我刚才呢 就想借这个矿泉水 千言万语在水中 山东看着你看 就是这样的啊 很实在 君子之交 淡如水 这才能够象征着兄弟友谊 能够长长远远 得到永恒 那江头 我们是不是 也可以这样理解 表达你的一种心情 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邓老师 你看 现场也没有酒 咱们三个男人 就以水带酒 以水带酒 怎么样 每次我将她的音乐事业 音乐之路 越走越高 我们在哪 所有的观众见证啊 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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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那个巨物 这边赶快补水啊 还有嘉宾的 真了 按照山东说法 单评为敬 再来一瓶 今天我也终于见到 一个长洲人顾宾 有这么爷们的时候 让我们想生来聆听 二位所做的 特别版的 愚公愚生 一二三 惊起来是气温 讲起来是小汤 任凭那简单的鸡杯鸭碗 拦凭那脚拌把木鸡抹刀 任准着万物以盘航 因此是一声担担 唱起来不是那气温 唱起来不是小胆 彈牙 踩路更難 所以從來人為你趕快 簡直是兩個老男孩在那逗歌 對 而且整個我們現場大家的歡樂氣氛跳動起來了沒有 讓你們幫我收起來熱一點好不好 謝謝 好 我們再次把這個話給我送給蓮佑老師 謝謝 剛才那首歌 蓮老師說的是一首新搖滾風格的流行歌曲 但其實江濤他也很適合唱那種溫情的歌曲 比方說我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 常回家看看 你知道嗎 對 當年春晚當中 你扶著那位老人從門裡出來的時候 真的打動了無數的白髮的父母親 還有那些在海外的遊子 因為他正好特別好的就詮釋了這首歌的一個內涵 是的 99年 今天我和泰國慶陳鴻張曼 我們一起演唱了一首可以說 弘遍大江南北 讓很多的老人爸爸媽媽特別感動 讓很多的兒女聽了這首歌 馬上回家過年 對 這麼一首歌 所以我就說 春晚帶給的江濤是一個機遇 是一個很大的機遇 可以說帶給他的榮譽 但是這也給江濤帶來了一份遺憾 這份遺憾就和剛才江濤所說的99年這首歌曲 常回家看看有關 如果觀眾朋友剛才仔細觀察了看 我們剛才片子當中有他和張麥合作的一個禁景 你仔細的看江濤 他眼部的妝沒有那麼精緻了 因為在那一年我覺得發生了一件 江濤可能說至今還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 今天在這個現場能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嗎 春節晚會的直播呢是年三十 大年二十九呢 老父親去世了 每年的春節晚會呢 都是要把春節晚會的節目 部分節目拿出來呢 去慰問咱們北京的公安 還有北京市周邊的一些 為保障這個春節的公安干警 還有這個這個解放軍武警戰士 當時呢我記得是大年二十九 大年二十八 二十八的時候呢去慰問這個天津的公安干警 當我走了陽村的時候呢 就是下午 哥哥來了個電話 說你能不能趕快回來 說今天有沒有彩排 我說今天沒有彩排 說你要是沒有彩排能不能回來 我說但是我現在在去天津 慰問公安干警 他就爸爸已經病危了 已經下了病危通知書了 那個時候我記得是四點半到五點的樣子 但是我已經到了陽村了 馬上到天津了 而且那天呢就去了我和陳回 因為在春節晚會展現出來 這首歌的形式是四個人的 所以說呢還是要用對唱形式來獻給 原真嘛 原真的這個風格去獻給公安干警 那我呢 我就說我還是堅持一下 演完了出 我趕快往回趕 那麼當時呢我是跟陳紅演唱完了 看看以後呢 我跟孫月連夜往北京趕 那個時候好像是九點多了 九點多鐘了 我哥來了個電話 就說你啊 為了不耽誤春節晚會 說你就不用回來了 說這個 說父親已經走了 當時我就 當時嘛 眼淚就下來了 我們一年要完成一百五十場 下部隊的任務 也就是一年 兩天有一天在外地 說父親看到我是很少的 我相信呢 父親在去世之前 泥流之前呢 他的目光一定是在尋找我的 所以說 有這麼一首歌陪伴著我 哪怕是給爸爸 垂垂後背揉揉肩 特別有感觸 我們來看江爸爸的照片 我們有很多江爸爸和江濤在一起的照片 我們一起來看大屏幕 那個應該是你結婚的時候 是嗎 對 下面是抱 抱著孫子 這個時候是父親最幸福的時候 也是父親沒有得病的時候 身體也很健康 剛剛退休 一臉幸福感 那張照片呢 是我帶著父親呢 在北京 旅遊 那你和父親之間的關係 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 呃 怎麼說呢 父親這一輩子 我一想起父親 我就想起朱子晶的背影 當父親 給他去買橘子 爬栏杆 看到他父親的背影的時候 他的眼淚下來了 我是 我也是有這樣的感情 剛才張磊在問說 在你心裡 爸爸是什麼樣的印象 我們從姜濤的博客當中 摘了一段小文章 名字叫 一父親 姜濤是這樣寫 她說 父親的一生好累 以至於他的背好脱 他的一生好苦 以至於很少看到他開心的笑 他的一生也很無奈 以至於無法掌握自己的人生軌跡 他最後說 說爸爸 請你整著兒子的歌聲 安然地睡過去吧 這就是他對父親 所有所有的回憶 所以 所以這一段 在這一個環節 抗出心裡話 我覺得這一個環節 應該把這個心裡話 就留給 現在已經在天堂上的張大 這個年關 確實很難過 父親沒有熬過去 如果他熬過去的話 他會在電視上 看到我在 春節晚會上唱這首 唱回家看看 但是呢我想呢 很多演員都跟我一樣 他們捨棄了小家 故大家 為了電視機前 一晚觀眾的歡樂 當時呢 我回到直播現場的時候呢 尤其是把父親的角色 分配給了我 我要跟父親交流 我真是不敢看他 我看他一眼 就像我的父親 我真想 敞開 聲音 大聲地喊他一聲 父親 當天花二十年過去了 那今天在我們今天的現場 有沒有什麼話想對 在天上的爸爸說的 有啊有啊 我曾經寫過幾首 回憶爸爸的歌曲 那我們今天現場能不能 即興的 對 即興的 要是有琴的話 你要什麼琴 吉他琴嗎 吉他 有請 來 可憐的孩子啊 想念著爸爸 哭得傷心好難過 遙遠的夜空 天邊的盡頭 爸爸的天堂是什麼顏色 青青的孩子啊 看不到爸爸眼神絕望好失落 昨夜的夢裡 青青的看到 爸爸在天堂 會很快樂 真的 剛才挨著江高哥這麼近 這麼近的來聆聽你的音樂 我覺得這幾句真的是 從你的心裡發出來的 我相信在天堂上的江爸爸 他一定能夠聽得到 而且 如果我們相信人死之後 真的有靈魂的話 我相信他的靈魂 會一直在關注著你 會一直在關注著你的事業 也會一直在聆聽著你的音樂 跟江高哥商量了很多次 他打算選擇一曲 我們大家最熟悉的 獻給自己爸爸的歌 那就是 父親 掌聲有請 想想想你的背影 我感受了堅韌 抚摸你的雙手我摸到了前行 父親 不知 隆講抚與聽 我未必會慶 都可osas workplace 露出你的�ic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做我的父亲 听听你的音乐 我学过我的父亲 遗忘你的目光 我看到了爱心 又老又小 在你手里盼着笑说 再不再为你猎笠上 握住我心 我的老父亲 我最爱的人 生活的苦涩有三分 你确实要是人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 我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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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呢 是 陶哥是我的偶像 就是他上金奖的那年 我在上一校第一年 看了他的比赛 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知道有清歌赛 所以呢 他成了我的偶像 等到后期呢 考上军役了 然后跟江沙大哥接触的就多了 陶哥绝对是个好人 真的 从这个怎么说呢 这么多年的了解啊 都说两句 从一个朋友的角度 他特别的真诚 从一个军人的角度 他特别的忠诚和爱过 而且 从一个业势家的角度 他敬业 从一个父亲的角度 他坚持有责任 作为一个男人的角度 坚持有担当 作为一个儿子 他相当的孝顺 那今天我们要用特别热烈的感声感谢合章 带给我们观众这份惊喜 也感谢你把歌声献给江爸了 谢谢 发出心里话 刚才聊的是关于江涛音乐的故事 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 江涛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 我们以检举揭发为主 所以呢 要想了解生活当中真实的江涛的样子 我们必须请出他最要好的朋友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 著名的主持人王芳 王维面 还有著名歌手 王正正 也是我们江涛生活当中的三位好友 掌声有请 还有海远出场方式 你为什么非得弄得你像明星 我们俩像你保镖 有意思吗 你能好好走路吗 今天主场不是对吧 哪什么主场是 主场是掏车 跟你没啥关系 还有两个 说假杀还要打招 看到了吗 这争讨现在的开始 有意思吗 你说给人捧场 你弄得跟你是主意 来人姐啊 主要做 姑彬 你看到了吗 现在这个氛围 就很好 把这个氛围和气氛 延续下去 延续下去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一个 江涛生活检举会 所以我们都知道 什么都能说吗 什么都能说 因为今天主持人 超出心理化 对 今天我们知道三位都是 江涛大哥的好友 对 咱们今天好错 损友损友 损不损 你说完才知道 这肯定是损的 我看不出来 你谈完你才知道 谁是他好朋友 对 他不一定 我们都知道 是朋友 但是呢 今天江涛大哥的好 咱不说了 刚才你看 辩留念老师 刘和刚 都说了江涛大哥的好 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 他生活当中的 不能说坏 说缺点 由王导 大王开始 涛大哥 你也有今天 你说你叫谁不好 你非得叫我来呢 对不对 我憋了三十多年了 从我看见你的这个视频的那天去 哎 不是 三十多年了 他这本来才是 我都忘了 看了三十年了 他三十年前 谁没输到我的 我还没说 听着你哥长大了 你就是安静感 你小心下回来 你这个说出心里话 我说那什么涛哥 这可是我老乡 这是我老乡 我山西老乡 这个是他们让说的 这个不是我要说的 对 所有责任我们来付 反正三十年以前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 对 所有责任我们来付 这个能不能先说点优点 一般这就是我们 我们一贯的原则 就是先 好 先说优点 好 我先说吧 是这样啊 其实跟涛哥认识呢 时间不是很长 我啊 我其实认识才两年多 就见面 但是 我发现他是一个 他要想干啥吧 就你绝对没有干不了的 就比如说啊 最近你们知道 那个平板支撑吧 对 就是 这事我得先倒下料啊 据说呢 他第一天呢 做了三分多钟 紧接着呢 说汪正正就做了四分多 然后他又做了五分多 然后他呢 现在就六分多 然后他那天发 就有点巧事 就是他们就每天在那个群里各种发 听说你现在能做十五分钟 你给大家做一下 你不用做 你就别做了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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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出来他疼谁了 确实有这么回事 嗯 就是当 他们俩 三分四分五分六分的时候呢 小王在群里说 说谁要能超过十分钟 我奖励他一千块钱 王正正就费了一千块钱 他一家伙坚持了十二分钟啊 哈哈哈哈 他说两句 说两句 他刚才说的全是假话 大家还不清楚吗 你看那王老师那小杜 他做那个平板支撑 他比谁都狠 你知道吗 俩胳膊在那边 小杜在那挺着 他怎么办 支配能长 对啊 大王老师那家伙坚持了 你知道啊 他咋还撑过去了 大王老师 有点偏提 有点偏提啊 那个正常 江涛 江涛缺点 你来说一说 主要是吧 就是那个 他唱过《一共一山》以后嘛 嗯 完了呢 就看我们吧 就是那个眼神啥的 都 都挺温柔的 你知道吗 就是 怎么讲 中间 中间的歌词里头 都比较那个 就是传统文化嘛 嗯 一看我们就给我们上课 嗯 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怎么地 完了呢 手拉着手 一聊呢 就聊半个多小时 完了呢 我就觉得吧 我说涛哥能不能让我说两句 就像刚才那种正式的 不行 你听我说 就一直在那跟我聊 就我就觉得就是 从家长那方面吧 就是我父母吧 对我这方面就是 说的都不是很多 但是涛哥这几年讲的挺多 我听得了 就是两个字 你唠的 哎呀 不是 啥意思 还是我比较 这诚理说的 这诚理说的 这多点吧 我就没找到准确的词 不是 你就 你就 你就那意思说 我是更年期 是什么意思 不是 是你说的 那这样吧 三位好友 刚才说了缺点了 相信你们共同在一起 可以有很多的时候 是在一起生活 或者在一起玩耍聊天 我没跟他在一起生活过 就在一起聊天啊 之后在一起聚会 可以有很多相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群 他在群里是我们的负责人 然后呢 他以权谋私 他经常把他写的字吧 他提醒发几个字 他说哎呀 我怎么觉得 我这字越写越差了呢 然后他啪就上一张字 然后底下就一些捧脱脚的 以王正正为首的一群人 他说什么 哎呀 就是哥呀 说句老实话 像你这字 就半年就练成这样 我跟你讲 就范增也就这样了 我们这个群吧 是一片祥和 但是呢 祥和就祥和了 就掐起来了 对 你看 别着急 我先说你呢 然后一夸他吧 一夸他吧 我的天哪 就往上呼呀 咔一张字 又一张 咔一张字 咔一张字 后来我就在底下 我说喊停 我说现在贴字的时间 远远超出了练字的时间 这才停下来 幸亏还有个明白人 让不计群里就以吹为主 你可说对了 我要说一下 其实涛哥真的是有一个特别大的 这个优点也算是缺点 就他吧 他这人就特大方 就是没事我们吃饭吧 一般最爱买单的就是涛哥 最不爱买单的就是 不是说了 知道了 眼神代表了一切问题 能在这说吗 能在这说吗 咱们能不能说 说涛哥一点优点 你咱们别说了 现在别说涛哥了 我看这情况 就这期节目要播出 我还怎么做人 这不完了吗 这都往谁谁还扭上了 我就说你 这从上来到现在 主题错了 本来是报姜涛的求善 结果报成了正正的求善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姜涛 干啥呀 有没有缺点 姜涛 赶紧调解人家 有关键 姜涛有缺点 你再说 听我说 到底是谁说的 姜涛有缺点 有 但是姜涛跟他比起来 就没有缺点了 完整多师兄 还就是这么个事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 由王芳来主持一下 谁在说 谁在说 你说我能不贴字吗 我这个时候就会把王羲之的 什么来着 蓝情绪的永和 我就贴出来了 永和 你看你 这就怪 你说大半夜 他贴永和 你说不让吃豆浆 干什么呀 永和九年 刚才我来说一句 刚才郑正 对今天我们把矛头 集中指向 他很有意见 但是我要对郑正说一句 好朋友是什么 好朋友 就是要在危难之时 称兄弟一把 今天 你就用你自己的 很多的诸多缺点 通通出了 江湖的诸多优点 所以今天我觉得 这才是好朋友 我定了 中央电视台 你主持的最好 这么定了 那刚才王芳给我们提供了 他们群里特别欢乐的一个项目 对 就这个项目 有些人还要钱 不要命了 没错 今天在线上 让他们三个PK一下 PK一下 不是 可以啊 可以啊 咱俩做猜判 好不好 没有 我有秒表 来 我们请上 余嘉殿 好 没事 来 上个前代 各就各位 我们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 加油 好 准备 三 二 一 开直 哎呦 有 赖鱼冲数 原来啊 王老师的支点 不仅仅是肚子 是这个呀 一把我第一次做 太好玩了 王老一边做 一边还不忘了话筒呢 你挨地了 王振振 挨了地了 王老 屁股捐太糟了 一分零六 其实王芳 我觉得王老 有那个支撑坚持到现在也不容易 我真的 哇 今天晚上我们准备吃点什么呢 各位 在北京呢 我们可以知道啊 晚间呢 有很多非常好的夜市 啊 哇 好 第一个 王孙正爬下来 你怎么回事 王孙正已经爬下了 古兵 古兵倒下 居然撑到最后的 要知道王维念老师 是王嫂 王维念老师250斤呢 可不容易啊 加油王老师 3分43秒 王芳 王芳 你看王导的眼神好像在说小鸭 我撑不死 加油加油 江涛看起来很享受 哇 现在老老 你也太厉害了 我 我估计王老师 好 好 4分05秒 王维念老师倒下了 我们看看江涛老师能不能测一个记录啊 我们看江涛老师能不能测一个记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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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过5分钟 你今天不仅是赢家 还是打破记录的人 你能跳6分钟 我把小苹果跳下来 你信不信 4分24秒 加油 海湾24秒 海湾24秒 先生 加油 4分36秒 你生气ek 我把小苹果跳下来 好好看 祝真拥肚做 厉害 Oona 我把小苹果跳 compute G0 加油 你可以吗 哇太厉害了 真的可以啊 不行的话你就趴下吧 先加6分钟吧 5分20秒了加油啊 咱们给江河老师鼓励一下 先加6分钟好不好 5分50 9 8 7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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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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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然后下午就是她练声的时候 那她练声呢 唱一首歌吧 她非不唱一遍就完事 她要唱很多很多遍 很多人变还不行 她还必须得有观众 必须得有听众才行 这还是有缘分 我姥姥呢 她耳朵有点背了现在 所以说呢 我爸就找了非常好的直音 她就给我姥姥唱 当我姥姥唱的时候 哎 音量还合适 然后正好她俩对拍了 这样呢 我爸真是一个非常非常 孝顺老人的一个楷模 我以后也这么孝顺你爸 有有有 爸爸觉得目的达到 那我想问语阔呢 年轻人 所以你喜欢的曲风 可能往往和你爸爸成名的时候 那首曲风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可以有的时候说是大相径庭的 那会不会有的时候 会给爸爸提意见 其实我爸听的东西非常超前 他基本上欧美流行的 包括以前老的歌手 中声代的 和现在新声代 比如说火星歌 Broad Mars 他所有的歌他都听 而且都能唱上几句 所以在音乐方面 你始终是在跟当今最流行 最前端的音乐在接轨 对吧 那刚才江雨阔也说了 我们现场呢 光听江雨阔说不行 我们现场要考验一下 敢不敢接受我们的考验 我试试吧 我们现场观众给一点掌声 鼓励一下 好 谢谢 要玩第一首歌 就让江超看一首 非常有名的草原歌曲 《红艳》好不好 我用不太标准的 蒙语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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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人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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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杂语唱 真好 真好 完美 给下一曲 穿上我们都很喜欢的 《心不了情》 可以啊 《心不了情》 这个可行 可以 这个 这一分气永远难了 原来神还能再次拥抱 爱一个人如何是受到 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不知道 和此所见真的像你过世的那样 其实爸爸始终是和最流行的音乐在始终的接轨 那接下来我想谈一谈与库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平时父亲对你来说是一个慈父还是严父 我可以非常百分百的不加思索而说绝对是一个严父 家里你发觉没有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很质朴很纯真的形象 对你很难想象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歌手 是一位流行歌手 好像这个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和成长 他说他们家的家庭条件会那么的优越但他今天还是如此踏实和朴实 对我们这里有好多您和这个江雨阔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最上面那张应该是在利物浦毕业吧 对 那旁边我觉得 是一张全家福 对全家福 中间就是江涛大哥的爱人 中间就是我们家三口去爬香山 那边应该是宇阔几岁 刚来北京的时候 差不多有六岁吧 六岁 刚开始去谈 下面这个小小的 那就是刚到北京 你看我穿的那个衣服跟孙岳那个在房间那个一样 那是一件衣服 九二年 好像从那个之后 嫂子就离开了青岛 离开了家里很优越的生活条件 一心跟着你来北漂 而且我听说嫂子家呢 家庭条件也非常的优越 所以他能抛弃了这一切 放弃一切 跟你在北京做北漂 从头做起 我觉得这其中他一定吃了不少的苦 对在青岛嘛 他们条件还是蛮好的 但是呢 到了北京以后呢 南里是路 所有的铁道部的这个地下招待所 我们全都住遍了 住了一年半 就这样 真的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 差不多 颠簸的生活 那掏出心里话 此刻 你要对你的爱人 你的太太 说些什么 我的爱人 也慢慢的跟我一样 随着岁月 慢慢的苍老了 有很多白发 有很多的皱纹 但是我们还是依然 手牵手 就像歌里唱的 我爱人最喜欢听的就是 最浪漫的事 掺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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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浪漫的事 被靠着被坐在地毯上 天润越了了愿望 我希望你越来越温柔 我希望你放在心上 你说想要过个浪漫的梦想 谢谢你送到我到天堂 但下流一辈子才能完成 只要你想你就记住不忘 老婆 今天跟着电视机说 你永远是我手心当中 最珍贵的宝 其实我觉得今天在电视机前 嫂子一定坐在那 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此时此刻 您应该是最幸福的 那么接下来今天在现场 我们也请嫂子 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为你献歌一曲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 他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等他说出那句话 初天我要浪迹天涯 怎么能有牵挂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雨季 春天啊 春天啊你在哪里 当时的愿望实现了吗 是到如今只好几点吗 对岁月风的铃响 在月照不回真的我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 那时候陪伴我的那个 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生活像一把无情河道 改变了我们模样 会曾绽放就要不为吗 我以后过梦想 青春如同泛流的沉河 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 只剩下马路的我们 有了当年的那天 爱着我的半天星河 那时候陪伴我的那个 天地的故事你是否太值得 如果有明天 祝福你亲爱的 好 最后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 送给大家 我希望附近以后能够唱得越来越好 写出更多筷子人口的作品 然后最主要的是身体一定要好 我希望他们活到一百岁 我想死心死过在电视机前的嫂子说 这将近三十多年的付出 就两个字今天看到这一幕 那就是直了 我们知道张他不仅是一位好歌手 对 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人 那现在是在我们的武警文工团 对对对对 当兵已经二十年了 二十年 九四年 清歌赛以后 被武警文团特招 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旅歌手 那今天呢 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你的战友 让他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你的军旅生活 好不好 好的好的 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歌手 李球 李球 好有活力 你好 李球 你第一次认识江涛在武警文工团 你们以战友的身份相处 是在什么时候 印象是什么印象 嗯 其实印象蛮好的 就是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开会的时候 因为全部都是穿的军装嘛 他穿军装可帅了 用现在的话来讲很有正能量 很有正能量 因为包括 还有嫂子也是这样 在我们这个 就是部队里面 他的口碑特别好 嗯 其实像江涛和李琼 他们在这个部队的演出当中 很多环境都是非常艰苦的 这样吧 今天现场呢 我们有一组照片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他们在部队当中的这个生活是过得怎样的 来 好 我们看到这几张是我们节选的其中的几张 这是08年汶川大地震 哦 那这一组应该都是 这些都是在应秀镇啦 那个帐篷是应秀镇 你从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情 对 什么样的事情触动了你 这是我感到的 还有印象吗 你在这个汶川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作为部队去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我感觉 我觉得人的心就像被掏空的那样子 而且我们唱歌又不能哭 所以我只能在车上这样伤感一下 然后涛哥他一直就是 他一直都是把这种欢笑带给大家 我记得好像是他看到很多帐篷 嗯 帐篷外面呢 有那张照片呢 我没找到 很多帐篷 上百顶帐篷 一马骑的 有一百多名 全是那个黄 带着黄泥的那个黄球鞋 排得特别整齐 我就把这张照片给拍下来了 啊 就是很多场面都 有看到那个画面特别震撼 其实作为一名军女歌手 他们有的时候 呃 演出的舞台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 有很多的演出场合呢 是非常的艰苦 甚至说非常的险恶的很多环境 在通往演出的路上 但是我们看到 作为一个军女的歌手 二位只要一旦穿上了军装 他们似乎就感受到了 应该有一种 说不清的神圣的一种责任感 是需要我去把歌声 更多的不是歌声 而是把歌声当中传递的这种能量 要去带给我们去慰问的人 所以最后这个环节的掏出心里话 我希望二位能把这个心里话 送给你们亲爱的战友 好不好 来 呃 亲爱的战友们 我想说的是 呃 只要冲锋号响起 文艺战士和你们一样 遗忘 无钱 好 说好 张涛哥 张涛哥 亲爱的战友们 我希望呢 作为一个歌手 只能用自己微薄之力 用我的歌声 用我充满热情的歌声 为你们鼓劲 希望我的歌声 能够永远给你们带来 激情 给你们带来欢乐 嗯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代表 所有的你们的战友 向两位军人 致以崇高的敬意 同时也愿军歌 可以永远的聊亮 是 哎哦 哎 哎呀 哎呀 咋呀 每个艳阳天来哀哀 十八岁的哥哥想把那军来藏 东风鸭吹着那个风车转啊 哥哥定记着呀笑一面 风向那个不停车慢转 这心没有下腰啊怎么还愿 飘飘了的烟烟 飘了的烟烟 直到自己的歌 只听我笑一笑 老婆明天喜欢你呀 老婆明天喜欢你呀 老婆明天喜欢你 老婆明天爱不回话 只要你碰到我哥哥晚安 等待我身体生活要回家 帮着一首好听的九九艳阳天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哈 我们的主题是掏出心里话 那最后我们要请江涛掏出自己的心里话 来对自己说一段话 我想人生呢是充满了挑战 人生是要不断的奋进 不断的学习 对于歌者来说 血海无涯 我到了这个已知天命的年龄 我希望还能够老吉普为大家 为亲爱的观众朋友 歌迷朋友们 能够唱出更多更好的歌曲 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 支持老歌手 好不好 好 涛呼吸里话 今天我们在江涛的涛涛父爵当中 一起看到了他的情分 看到了他的真诚 看到了他的爱心 更看到了他的幸福 我们希望这种幸福能够长长久久 永远伴随着好人 也希望好人江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在乐坛上给我们带来不断的惊喜 好吗 谢谢谢谢 好的也再次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综艺盛典 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的声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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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传递生殿 无敬爱 让人不光明 接受归来 让我们共享出 这幸福的解答 让我们共享出 这幸福的解答